大家好 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黑椒炒饭 那肯定了这个就是 黑椒碎 白米饭 这个是炒香过的白芝麻 这个是香菜 也叫盐须 香菇末 洋葱末 胡萝卜末 这个是姜香油 好待会我们把这些炒起来就是 像喷喷的这个 黑椒炒饭 我们开始来炒饭 我们把胡萝卜丁 洋葱丁 香菇丁 下到锅里面 我们加点水 不加油 直接加水 给它炒熟 炒出香味以后 我们把黑椒碎 一起 下去炒香 把黑椒碎 一起下去 炒香 很浓很香的黑椒味出来以后 然后我们加一点点盐巴 加一点点酱油 好 然后我们加入米饭 下去 一起炒均匀 炒饭均匀 记住哦 我们刚开始炒的时候 是没下油的 啊 这个 姜香油 都是等到最后起锅 才下 这样子会比较 少油 又香 因为我们姜香油 本身就熬过了 就很香 好的 炒均匀 以后 我们下入香菜 加入姜香油 加入姜香油 然后我们再给它 炒 炒饭均匀 好的 炒完了以后 最后 我们起锅 撒上这个白芝麻 所有的炒饭类 都可以加入一些 坚果啊 芝麻类的 这些下去 这样子就会超级好吃 超级香 好 这个香喷喷的 黑椒 炒饭 我就制作完成了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